好啊 这个各位罗汉们啊 这个唐叔今天是出差了啊 这个去哪出差呢 去到这个阅读的逻辑的 这个印刷所在地啊 就是反正来回这个路费加我 现在的住宿费 一千块钱啊 目的就是这个把这本书 最做最后的一道质量的把关 然后呢 这个给最早啊 这个当时是有好多同学 收到晚上一点钟 7月31号收到一点钟拍的同学 我就给他们去签名啊 这个 我这个今天真的是看到这本书的那一瞬间 特别的激动 因为首先那个书它的内容呢 都是 这个都是我自己写的 我其实心里是有底的 但是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 这本书它本身那个形式 因为我承诺过 就是吹过牛逼嘛 对吧 我说我要对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就那种出之滥造的 就是那种那种纸啊 一翻的就是跟那种发黄的那种纸 对吧 太多参考书啊 然后自由印的密密麻麻的 没有一点美观的讲究啊 所以我觉得那考研的学生呢 为什么就不能有审美呢 对吧 我们书的就是内容要好 形式也可以好啊 我就要做到这一点啊 所以其实我说的这样牛逼 我心里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我就我就怕这个出来的样子啊 这个和我这个确定一个牛逼啊 这个对不上啊 那今天看到这个书的那一瞬间啊 一下子就一块石头这个落了地 还是蛮踏实的 这个 您看啊 就这本书啊 他手里的质感真的特别棒 你们拿到书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我们用的就普通的那些那个书的封面啊 他们就用的那种很薄的很薄的纸 对这本书啊 其实在我看来从形式上讲 我告诉你 用一个字来形容 你觉得想不到用哪个字 拿到手里好重 你们知道为什么重吗 就是因为我们用的纸 特别的厚 就很有质感 对吧 那毫无疑问的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这个 我的这个成本啊 cost 肯定是很高的 我们就说这个cost 会怎么样 rocket 对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都值得 对吧 但是我完全意义上一本独立的一个作品啊 所以从他的材质上讲 因为内容上我没有办法跟列列有词去比 因为这不同的领域啊 从材质上讲 已经超越列列有词 大家期待吧 我就把这个话说到这儿 因为我今天拿到书了 我特别的兴奋啊 就你翻到哪页特别的厚 真的就纸张 就感觉你蹭怎么蹭怎么蹭 怎么蹭 他也不柔 手感特别好啊 OK 好 这个我激动了一下啊 这个不耽误大家上课的时间了啊 好 好我们今天呢 这个继续往下来给大家刷题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眼吧 哎呀 我说不了了啊 哎呀 怎么这么好看啊 我说不了了 给他看一眼啊 你看这个真书这个哇 这 你看不到这个颜色啊 因为我这个酒店的颜色这个 哎呀 怎么这么好看啊 太好看了啊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呢 啊 我也感到非常诧异啊 我翻页特别好看的啊 哎呀 哎呀 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细节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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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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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打出来的 这个效果跟你们实在拿到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啊 对啊 这个这个东西真的绝对绝对拿得出手 各位送亲戚送朋友对吧 啊 在家送父母送送长辈送亲人 我觉得都特别好啊 啊 好 OK啊 对啊 好 呃 我们先先稍微啊 花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 把我们上一次谈到的这个2006年的这个第三篇文章啊 再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 因为我那天讲完以后呢 其实我自己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你们可能都自己去休息了 我讲完以后 你看我那天又拖堂 半个小时 那差不多就 实打实的讲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啊 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啊 坐到11点 我就在对那发呆 我这篇文章它到底怎么了 它一定有一些地方 我值得我再去好好的啊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所以我今天再稍微串联一下 你这篇文章就能够读的比较清楚啊 首先你你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篇文章第一段话 这篇文章是一个典型的科普类的论文 对不对啊 因为后面我们毕竟还是会涉及到的啊 因为到2009年一上来第一篇文章讲那个习惯的问题 这又是这种文章啊 好我们这篇文章它开头啊 用一个陆地上的这种大型动物的一个案例 然后呢 类比从而引出了在海洋当中 我们目前啊 生物数量的变化 这样的一个中心主题 而且这个中心主题是通过我们的特别有代表性的now 这个词给大家引出来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了第二段啊 难点就在第二段了 你看第二段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当时那个逻辑 我们的题目其实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就通过他们的这个论文 我们得出什么结论 你看他的论文啊 我们第二点有 你看论文要说什么事呢 你看 他的论文 你看他这个第一句话其实是一个让步 我们早就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早就知道了是不是众所中之的一个话题 而我们的考研的喜欢考什么 是不是少数派的观点 大家不为人知的一面 所以我们要关注什么呢 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些事情所发生的变化 好了 除了这个变化以后 那接下来的句子在谈什么事情呢 它具体又告诉你 这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变化呢 所以你看下句告诉你 这个变化指的是 changes in that biomass 所以整个的第二段就讨论到了我们全文的一个更聚焦的一个核心 就是整个海洋当中我们生物的变化 它的数量上的变化 对吧 然后呢 后面就出了一道算术题 然后我们给的两个字叫做特别的无聊 对吧 这个不坠数了 其实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其实考什么 你看 stock 你把这个单词再做上一个重点的标记 这个stock指的是什么 你以为发现这个stock 是仍然指的是我们这个鱼群生物的那个数量 数量怎么样呢 数量在减少 所以你其实从这些细节的地方 你还是依然能够体会到我们全文讨论的这个中心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以及对应的第二题 对不对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三段 那第三段 我那天其实后来又仔细的去进行一个研究 我再补充一点 你看 很多人在问 我怎么读出来叫做这一个数据 其实相对是比较保守的 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们说的是答案叫做 其实我们这个数量会遭受一个更大的损失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这个figures的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单词叫this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过this those 大家有没有同样反应过来了 that this 这些是什么 是不是代词啊 我们说过代词有什么特点 代词后面如果出现名词 一定是前文出现过的内容 你们还记得我们前面前面的前文就是上一段话在讲什么事情呢 我们上一段是不是在讲 我们目前你看你通过这道题的题 这个题这个证据栏都已经提示你了 是不是指来数量在减少啊 所以我们再来回过头你来看第三段话说不就清楚了 所以这个数据其实相对比较保守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指我们啊 这种数量上的减少 我们对它的减少的一个测量其实太保守了 其实它减少的要比实际的更多呀 所以就是这个 你看是不是就指的是数量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你看是不是就这个逻辑啊 是非常清楚 好你看又梳理清楚了 对不对好再来啊再来啊 那包括老师呢 你看后面我说我给你梳理了 他说给你解释原因啊 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 还有一个原因是 然后在这些众多的原因当中啊 有同学你自己读的时候可能没有读明白 一下子他对于他的数据对比啊 对他的逻辑数据不是那么清楚 来你看好这是什么 最关键的 其实这个概念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 对于过去我们所拥有的 数量其实低估了 那过去其实有一百条 那你只是估计啊 在这只有五十条 那现在呢是十条了 所以呢你看 你就以为只减少了四十条 其实他减少了九十条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你也能够体会到 叫做来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我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啊 好的啊 你看这个鼻子写要清楚很多啊 好然后 当时很多朋友在问我啊 唐叔 我们这个A犬像他哪里错了呀 他说我们这个捕鱼的技术 他获得了非常快速的提升 不就是我们的第一句话里面谈到了吗 你看捕鱼的技术 他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当时啊我在解释的时候我也觉得啊 我解释的其实啊可以更加的一针见血一些 A犬像没有错 它就是针对我们one reason后面这个表达的一模一样的 我都不说是改写 它就是一个抄写 但是你发现他错在哪里啊 各位亲咒 其实A犬像是不是就错在 你看 叫答非所问啊 因为我们问的是 它意味着什么 而我们这个内容是对它的原因的回答 你看这个逻辑就不对了吧 对不对 我们问的是为什么啊 这个啊 不不不 我们问题问的是 什么叫做这个数据的预估太保守了 而如果选了A犬像 其实你回答是 为什么它的预估太保守了 我说清楚了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 所以它同样的这个递选项啊 它也是类似的一个错误 你会发现在游泳那种你也找得到啊 和游泳明确相对应的一个信息啊 但是它是答非所问啊 好 所以那天我在解释的时候 其实啊 可以更加的一针见血一些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然后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段话 于是呢 通过目前前面的整段的铺垫以后 你看到了最后 前面讨论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啊 对不对 好了啊 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目前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所以呢 你看 有了问题 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要解决问题啊 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是不是就制定了一个叫做 shifting based law 我说清楚了吧 好 然后最后我们说这篇文章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是关注我们游场的什么呢 好 关注的就是来 BioMath 因为我们读完有你会发现 第一个BioMath是全文当中反复讨论的话题 其次我们对于BioMath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同意改写 对不对 包括Changes 注意啊 这个Changes 你去查字典它肯定不等于BioMath 但是在我们这篇文章里面其实这个Changes 变化指了谁的变化 BioMath的变化 好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中心词的方法啊 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中心答案 只不过对于这个中心词啊而言我们其实啊呃有时候需要注意它的一些文章当中的同意提款 同意改写啊好这是我们对上一讲啊小小的一个回顾啊 然后回顾以后啊这个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啊我们的文章真的是需要您反复的当你再反复再读一遍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文章会变得更加的清楚一些 然后除了这个更加清楚以后的你是不是会发现对于我们考验人他的那个命题思路啊 也就会更加的清晰一些了吧 所以呃就是你们自己可能自己不愿意去进行反复 但是我们利用课上的时间你看我就强制的你们跟着我的节奏又反复了一遍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考验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啊 好呃这个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头的一小一小点内容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咱们新的内容当中2007年啊 好嗯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应该能够体会到对吧 就是你重新在书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会思路啊更加的清晰一些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到2007年啊 好人家今天讲到2007年第一篇第二篇啊 同样也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了啊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咱们的题杆的信息将它串联一下来 the first day phenomenon found among the soccer players is mentioned to 好来读完第一题的题杆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杆 告诉我什么题杆 非常好非常好例证题对吧 那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 这个to对吧特别小戏啊 当然那个mention其实已经暴露了它就是个典型的例证题 然后再看第二题第二题是个典型的叫词汇题对不对 问你这个单词在语文当中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个啥啊 好第三题第四题你们发现啊 叫根据在他看来啊一个good memory 好然后呢第四题说这个人又来了啊 以及他的同事们 那么他们认为找一个他的观点 你看在他看来 然后他和他同事的观点不都是观点吗 那都是他的观点对吧 所以其实这两大题啊 其实是如出一者保持一致的啊 都谈一这个人的观点 好最后啊 那个以下哪一下啊 这个最有可能接近了啊 我们这篇文章要传递的要康备信息 其实就是我们的中心的主题对吧 好那我们串联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篇文章你讲什么的呢 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混乱的 以上来讲吧 足球运动员 然后呢 谈记忆的问题吧 所以你去判断提醒的事实就特别的重要了 因为你看提到足球运动员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 例子 他不是真正的重点 对不对啊 好那很有可能谈谁的 是不是很有可能是谈记忆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文章的开头啊 如果你要去验证一下每一个参加2000多年世界杯的啊 这个足球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出生证明叫是birth certificates 那么you would most likely find a noteworthy quick 你们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quick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这个像指的是来 卓越的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the elite soccer players 他们往往more likely to have born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year 他们往往会出生在叫上半年对吧 更多一些而不是下半年 那么if you then examine the European national use teams 如果你再去验证一下这些欧洲的国家的青年队 这些青年队后面有个定逢具啊 他们是为了这个世界杯做一个这个叫做一个后备人才的 对吧 无所谓啊 那么啊 或者是职业队做一个后备人才 那么you would find this strange phenomenon to be even more pronounced 你们发现 这一个奇怪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 好了 我们都说了他非常的奇怪了呀 而且是反复强调不断的递进 对不对 好了啊 所以就是问你咱们的这个第一题了 问你当提到足球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干嘛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BCD的四个选项 ABCD A说的是他要强调的是啊 我们这种专业训练的重要性 再来看B选项 B说的是Sportline 点名 我们的足球的超新星们 就是超级巨星 他们在这个解释一下 他们在世界杯的表现 再来看C 他引入了我们的一个主题 讨论的主题 叫做什么 才导致了我们这些专业的优秀的表现 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再看递选项 叫做解释了为什么足球运动员 他们要这个Soccer teams play better than others 一些足球球队要比别的球队要踢得更好一些 各位 这道题 唐书说过 一旦判断对了我们的题型 这道题两分百减 有没有感觉 因为我们是不是已经判断出它是例证题了 那么例证题 例字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所支持的那个观点吧 对不对 好了啊 所以你首先是不是要排除所有和Soccer 相关的选项 BD是不是就排除了 然后只剩下A跟C了吧 然后在AC当中 各位同学 例字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所支持的观点 各位同学 你们看一看A跟C啊 你看这个C选项 天哪 当C选项它出现的时候 A选项真的会显得无地自容 你把前三个单词划下来 是为了说明观点的 过程你自己翻译一下C选项 前三个单词 这个例子 你看 请问你 这个例子是为了干嘛 你看 所以C选项说 是为了说明 介绍我们全文讨论的中心话题 Topic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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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你是把提琴判断出来 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各位 有感觉吗 各位 这方面全文的中心 好了 是什么 才使得我们的 获得了优秀 都有表现 这是原则 好 OK 收分题 对吧 一旦判断出题型 那在这个地方 我看好多同学 这个牙火了 那需要你稍微 再复习一下 咱们的例证题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你看 例证题 例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去找观点 天哪 这个C选项表达 你就把它劝起来 它是用来介绍观点的 好和谐的一道题 OK 在喝水 OK 好 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对 然后呢 你如果觉得 哇 唐叔 你这样解的 这个有点 这个 这个 解的太没道理了 那你待会去读文章 你就能够发现 它其实是为了 看什么导致了 我们的卓越的表现 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一空文章 对吧 我开门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第二个 你看 What might account for this strange phenomenon 好 是什么解释了这一奇怪的现象呢 来各位同学 读到第一天 有没有感觉 来告诉 有没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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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李玉洪同学 非常好 你是网速最快的 问号 各位 问号 这才是重点 问号意味着什么 问号意味着什么 问号意味着对于该问题的回答 与全文的中心是密切相关 所以这篇文章讲什么是不是就一清二楚了 对不对 就是要找到解释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 对不对 好 再来 来看 Here a few guesses 那在此论文有一些猜一下 然后呢 A B C D 对吧 他也猜了四种情况 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 A说的是 某一些 来 Astrological 来 Astrological 2017年 就前年又考了 叫做这个星象学 星象学的 对吧 星象学的 或者宇宙 星象学的 好 他说了 是因为有一些星象学的一些这个特征 Science 在Confer 他们赋予了 你可以翻译 赋予 他们赋予了这个足球运动员们 他们的超能力 卓越的表现 对 星座 星象 好 再来看 就是出生在上半年的会多一些 下半年的就少一些 对吧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梅西 还有这个梅老板 对吧 梅西 C罗 对吧 他们都是上半年的好像 还真是蛮准的 好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 我称之为叫做迷信 对吧 看好迷信 好 再来看 B学校 比如说 冬天生的娃 往往有个更高的来 Oxygen Capacity Oxygen 叫氧气 对吧 O2 O2 然后Capacity 指的是容量 或者叫能力 氧气的容量 各位 什么叫 人的氧气的容量 应该叫做 肺活量吧 对的 叫肺活量 好 就是第二个观点 那这个高的肺活量 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耐力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个踢球的经历 唐叔这把年纪 在你踢球的时候 真的 你踢两下你就喘 就你那个动作 你就做不出来 一做 我就觉得 你身体里面 那个耐力 就是你的含氧量不够 它不足以支撑 你完成那一系列的动作 所以 唐叔是典型在球场上 称之为叫做这个 对 我是 我是这个典型的意识流踢法 真的啊 我不骗你了 我是跟舅舅上踢球 他们都都都都都发现 我是意识流的踢法 什么叫意识流 就是意识到了 但是腿没有到 这就叫意识流 好 再来 对 眼神防守对吧 这个腿不到啊 意识到了 腿没有到啊 好 然后呢 你看C变相 C说 好 这是我们要猜的 这道题目啊 他问你这个 Mainier在游户最有可能的含义是啥 C选项 他说 soccer man's parents are more likely to conceive children in springtime 他说啊 足球狂热的man 足球狂热的父母 他们更容易 conceive叫做怀孕 什么是怀孕 春天怀孕 对吧 春天来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而在此时 正好是一个 高峰期 每年的什么高峰期呢 足球的什么高峰期 好 大家注意啊 我们说猜词题 猜词题的基本原则是上下句当中去找它的同意或者是反义词 但是咱们的这道地图的特殊它的上下之间啊 你会发现是不是就是ABCD的三个选项 所以这四个选项这四个句子啊 他们彼此之间是比较的独立的 没有太多的联系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只能在C选项的内部去找答 那么C选项的内部 它这个逻辑其实也很清楚了 你看 叫狂热的人 对吧 在怀孕 你看 是不是狂热的人 他们做了一件 叫疯狂的人吧 疯狂的人 你看他们做了一件 疯狂的事 对吧 疯狂的事 看球 看得很兴奋 然后呢 这个也没地方发泄 好 那我们造人吧 这种感觉 疯狂的人 他们做了疯狂的事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叫什么 at 是不是at表示的是一个时间状语啊 那在疯狂的时候 是很清楚了各位 疯狂的时间 是不是这个逻辑 疯狂的人做疯狂的事 什么时候呢 在疯狂的时间 所以来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manir 它其实指的就是和疯狂相关 那么疯狂相关其实有两个个同学 一个B一个C 你们一定要记得在足球狂热的时间 那么在这儿还有这个B选项 excitement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叫C选项叫什么 叫歇斯比利 各位中学一定要记得歇斯比利 什么叫歇斯比利 你们经常听到别人说 什么叫歇斯比利 它同样叫兴奋 各位 叫兴奋 但是呢 你去查个字典你就明白了 它前面其实有一个修辞的 叫病态的兴奋 对啊 非常好 长腿术术 对 叫病态的兴奋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明显感情色彩有问题的 好 就在这儿 所以你要排除掉我们这个歇斯比利 好 足球的狂热期 所以指的是B选项来 好 这个 这个 好 接下来 我们的C选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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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一项 还有D选项说的是 来 以项答案都不对 对吧 以项答案都不对 好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好 这个人物出现了 各位同学 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有一个特点 来 仍然会出现的是实验 那个兴奋 兴奋它的程度不够 它的程度不够 嗯 嗯 好 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在讲到科普类的文章的时候 我们反复强调过 各位同学 这个 我们的 观点 是重要的 实验的过程 是次要的 啊 我说清楚了吧 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好 再来 嗯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个人是不是出现了 好 这个人 他58岁的 这个人 然后来看 他在哪里呢 他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他说 Strongly 来个中学 关注这样的一个感情色彩吧 好 None of the above 以向答案都不对 好 以向答案都不对的时候 其实你就明白了 那到底是什么呢 好 接下来他开始干嘛 好 你来读啊 我读 这个人他 在哪儿出生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呃 曾经学了什么 专业 然后他突然意识到啊 还有 你看这个干嘛呀 是不是在介绍这个人物的背景 然后我们此前在梳理题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在找的是这个人 他的观点啊 我说清楚了吧 对的 都是细节 然后他的第一个实验 大概在30年以前 是涉及到来 我们的 Membering 好 但你注意 老师我们的地位点有啊 但是当你去梳理我们的ABCD的四个选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的ABCD四个选项 他问的其实是关于我们的好的记忆的一个结论吧 所以你看 在这干嘛呢 你看 干嘛呢 干嘛呢 这些数字都在提示你 这些都是实验的什么 过程 唐叔说清楚了吧 对的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的话 The success coupled with later research showing that showing that 你把showing that做记号 是不是告诉你 他的出现代表的是观点的出现 唐叔说清楚了吧 你看 这就是我们科普文章的读法呀 所以他就是详略要有得当的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读它 也没有说过要去跳读它 只不过我们在读到上述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是很踏实的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那不重要意味着 哪怕它是一个长弹剧 扫过去就扫过去了 好 来 叫这一成功 然后coupled with 相当于叫做伴随着 或者叫做结合了什么什么 伴随着结合了死后的研究 就是一系列的我们的实验 都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吧 好 sorry啊 这个showing还不是我们最终的那个观点 是它伴随了此后的一些研究 此后的研究啊 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此后的研究得出结论就是 记忆本身 is not genetically determined 太重要了啊 记忆本身不是由基因所决定的 好了 那么这一成功结合了我们以前得出的记忆 不是由我们基因决定的 另外的一组研究 共同使得它 let each other to conclude 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let her conclude that 好 那也就意味着 来 the act of memorizing 我们记忆的行为 is more love 好 大家注意啊 我们说过 当我们的选项当中 如果出现比较急的时候 各位同学啊 选项里面出现比较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慎选呢 黄叔是不是说过啊 慎选 因为比较急是我们命题人去设置干扰选项那个常见的手法 那么因此我们在文章当中 如果出现了比较急 你就要特别小心 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啊 你记笔记的时候 第一点 第二点 当你出现比较急的时候 你怎么去翻译它呢 来 more of then 好 你注意这个翻译 你不要把它翻译成谁比谁更多了 我们仍然是回到阅读理解的本质 对 非常好啊 我们是不是要谈 more后面是表达作者要肯定的观点 而人后面是作者要去否定的观点和态度啊 所以我们翻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它翻成叫 是 而不是 是 是A 而不是B 对的啊 好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你看他的翻译啊 他说 那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叫做 记忆的这件事情 它更多的是一种 叫cognitive exercise 叫认知的练习 而不是一种intuitive 而不是一种我们的直觉 好了 所以到此为止啊 你能发现 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强调 这个强调指的是啥 你看 是不是结合了前面的一个内容 它不是由基因决定的 不是由基因决定 其实就是说 它不是天生的 我说清楚了吧 你看 那then是不是也把它翻成 不是 不是什么呢 不是直觉 直觉是不是也是天生的一个同意的话 它不是天生的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 在我们的这个ABC当中啊 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排除了 好 先来看B选 他说我们的好的记忆啊 对吧 这个result from intuitive 所以这个B选项很好排除和原文意思相反了吧 他说它是直觉而不是认知的和原文相反 好 再来看C选项 它是由基因所决定的 我们已经说了 它不是由基因决定的 对不对 所以B跟C特别好排除 好 真正的难点在哪里呢 好各位同学 真正的难点就在A跟B之间 来各同学 我们把D选项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五角星 我相信啊 屏幕前的各位同学 如果你错 一定错的是D选项 来选D的同学 你们打一个阿拉伯数字19 你看 很多人啊 很多了 好 我们来看 那么选了A选项同学 你能不能告诉我D选项 为什么不对 我们往后来走啊 他说 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 Whatever in born 换句话说 从逻辑的角度上讲 是不是画等号 是又把前面的东西再说一遍 前面说什么 我们的记忆不是天生 而是后天的吧 你看 Whatever in born Difference is two people 无论我们两个人啊 他们在出生的时候 表现出了多大的不同 在他们的能力方面 呈现了多大的不同 对吧 这些不同都将会被 来swarm swarm意思叫做 淹没 都将被淹没 好啊 有些人说是因果导致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说 各位同学 你记好一句话 唐叔并不担心你们把题目做对 唐叔不担心你们把题目做错 唐叔只担心你们把题目做对 因为很多时候你做对 不是真正的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而只不过你平时做了好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所以这句话呢 他其实继续往后来走啊 和上一句话那种保持一致 他说啊 and the best way to learn how to encode information 他主要被淹没了 被什么淹没呢 很好的去 encode information encode打上了一个双语号 其实是一个比喻 叫我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处理 对不对 很好的处理信息 然后呢 and the best way to learn how to encode information manifly 有没有发现这个概念 来 又一次被重复到了 反复强调的是重点 重点是考点 他说啊 我们最好的一种啊 如何有意义的去处理我们的信息 或者叫做对信息进行编码 那么 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被称之为刻意的练习 deliberate practice 今天我会发现啊 我不知道各位听你们有没有关注过 那个什么逻辑思维 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理论 叫deliberate practice 就是通过不断的刻意的练习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 对吧 好 他说deliberate practice intels intel 他叫做要求需要 more than simply repeating a task 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去重复它 而是 rather it involves setting special goals obtaining immediate feedback and concentrating 好 各位同学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第一选项的信息是不是已经完全成选出来了 你来看啊 requires 正好对应的是我们的 原文当中的intel 没有问题的 天衣无缝 好 再来 immediate feedback 来 immediate feedback 然后再来 high degree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所以说各位同学不是片面 老师后面他有三者呢 只成了两者 这不是 还有那个setting special goal 他露了一个不对 各位同学 真正的关键的要素在哪里 来 靠 我们原文当中的这句话的主语是谁 eat 找到了吧 各位同学 是eat 那我再问你 这个eat指代谁 eat当然是要指代前面的主语啊 前面的主语是谁 deliberate practice 哦 到此为止我就清楚了 是刻意的练习这件事情 他要这些东西 而不是good memory 要这些东西 好 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地球要旁边注明 偷换概念 我说清楚了 而且这个偷换概念 我个人认为 考的是什么 考的不是你的英语 不是你的阅读理解 他考的真心就是你的 仔细有没有 各位 是不是就考你仔细 各位同学 对的 就考你细心啊 各位同学 是不是我们经常会 又忘了 提干的内容 各位同学 我们是多少次吃了这方面的亏了 提干信息 我们情不自信的 你会发现啊 我真的可以还原一下 大家自己在做题的过程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里面又出现了很多的专业术语啊 什么刻意的练习啊 对不对 然后去对信息进行编码呀 哇 你就情不自信了 你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 ABCD这些选项和原文的比较当中 你就忘了 我们一定要把提干 结合选项一起 共同和原文进行比对 对不对 各位同学啊 所以没有关系啊 做错了同学没有关系啊 在这一个地方呢 你就明白了啊 那今后你在做题的时候 是一定要多一根弦 那就是我们见怪不惯 我们在这犯错误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精口 去买一个教训啊 没有关系啊 大家加油 这是第三题啊 我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啊 有没有不明白的同学啊 应该讲得很清楚了 对吧 好 刻意练习就有好的记忆 是过度的推理 这个不是啊 我在这 我在这 我在往后衍生一个逻辑啊 你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刻意的练习 刻意的练习 和我们的这个 good memory之间 它是一个什么的关系呢 你看好啊 它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又说了 我们的记忆 需要去很好的 有意义的 对信息进行处理 它在这儿 把这个meaningful 对应我们的meaningful 完全一致 information 对information 它只是将这个processing 和encode 它做了一个同意改写 对吧 好了 因为都是两个动词嘛 因为 而且这个process 你会发现 它是更为广义的 这个动作 本身是不是就包含了 我们处理这个单词的 感觉在里面 我说清楚了吧 然后我们再体会一下 我们这个deliberate practice 和我们的good memory之间 你看 它用了这样一个单词 叫 the best way how to encode information was deliberate practice 我举一个例子 好的记忆的方式 就是要不断的重复 我给你写一句中文 好的记忆的方式 是不断重复 这是一句中文 然后我在选项中写一句话 我说不断重复 它就是好的记忆 你会发现 这两句话之间 能不能画等号 是不是就不对了 这就是他们之间 这个逻辑 混乱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讨论 是其中的某一种方式而已 对吧 所以你每次 在看到这个英文 很便利的时候 你不妨想一个中文的例子 使得他们的逻辑 和原文是一致的 然后用一个 你比较熟悉的概念 简单的概念 替换 就可以更加突出 它的逻辑的荒谬之处 就这个道理 大家平时多积累 考试的时候你就可以运用这种方法了 好 再来 你看 这个 偷换概念 唐书专门给你总结了 其实 需要的只不过是各位同学的仔细而已 好 来 我们说到仔细 还没有结束 刚才有同学说 出题的老头好坏呀 如果你对刚才这道题目就有这种感慨的话 天哪 接下来这道题 简直会让你气掉大牙 如果你提前做了预袭 好 我们接着往后来看 那么他说这个人 这个人和他的同事 他们同样继续去研究了 我们这些在一个更为宽管的 叫职业领域 叫Pursuit 第一个意思只是叫做追求 第二个意思只是职业 其中包括了我们的足球 然后他们收集了很多的数据 不仅有他们的这种表现的数据 同时还有一些他们的结果 然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相当令人感到震惊 叫Story 对吧 这个瞠目结舌的一个结论 A search 好 所以你看 中间啊 唐书一带而过 你看 这又是什么 是不是又是那些实验的一些细节 实验的过程呢 而我们要关注的是实验的这个什么 结论呢 对不对 再来啊 那这个结论说的是 The trade 那个trade的意思其实叫做特征特点 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天赋的一个特点 叫talent 也就是说先天的这些东西 对吧 他们往往被来overrated 各位同学overrated 叫高估 这个构词法 咱们常见的有一个单词叫overestimate 那么我们此前是学过它的一个反应词 就是捕鱼的那篇文章里面 是不是说我们那个鱼场里面的损失 其实已经被underestimate 所以一个叫做低估 一个叫做高估 那么overrate也叫做rate本身是也叫做评估评价 评价 一个等级 一个档次 对吧 好 那么换句话说 put another way 优秀的这些表现者们 获得了优秀成绩的人 无论是在记忆当中 还是我们的这个电脑里边 还是我们的T字球 他们往往来优秀来自于什么 后天 而不是先天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ABCD的四个选项 来 来 A说 我们的天赋 它占据了 在获得专业成功当中的一个主导地位 我们通读了全文 发现整篇文章其实都很励志 有没有 整篇文章中很励志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先天上 哪怕和那些很牛逼的人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刻意练习 弥补回来的 所以A选项 它和我们整个文章的中心违背 相反 对吧 他说先天占有决定的作用 主导的因素 那意思 我们别考研了 对不对 看谁升得好 对吧 好了 所以这个A选项很明显 好排除 因为它和整个的文章的中心相反 再来看一下 B选项 他说 我们这个数据 它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这个它指的是你的生理年龄 对吧 生理上的这些数据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卓越表现 这只是什么 各位同学 你要看 这只是我们实验的一个小细节 而且还重复错了 对吧 它并不重要 再来看 C选项 哇 各位同学 我说这道题 牛逼在哪里 C选项 好多东西 看老师 我已经找到的关键了 我们全部的中心不就告诉你 天赋被高估了吗 你看 天赋被高估了 天哪 各位同学 overlooked 什么叫overlooked overlooked 意思叫做忽视 天赋被忽视了 所以从本学上讲 它其实是和我们中心相反吧 对不对 往往被忽视 错了 我不是说往往没有被忽视 不仅没有被忽视 而且很重视 甚至高估 好 我们再来看D选项 D选项 取得了不错成就的这些人 他们成功主要要 on to 把什么什么归音于什么 你看 哎呀 这不就只是天生的吗 各位 nature叫天生啊 这叫nature 各位同学 nature的意思就叫培养 各位同学 你看 这是nure 不是nature 当年我在看这道题的时候 真的我眼泪都出来了 我都真的要给那个命题人跪下了 各位同学 我要跪下来叫他爸爸 太牛逼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初心积虑的一道题目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把一个正确答案 涉及的特别像一个干扰选项 而他把一个错误答案 却涉及的特别像一个正确答案 有没有什么感觉 各位 真的要跪下来叫他爸爸 太心机了 对 就在旁边写心机表 对不对 除了太牛逼了 真的太牛逼了 对不对 而且都是从一个形式上 对你造成的干扰 我觉得他单独设计一个 就已经非常的牛逼了 他居然还两个同时双广齐下 OK 好 这是咱们的这道题 最后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下哪一项的陈述是最接近我们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一个思想的 好 我们来看 ABCD的思想 A说的是 来 Face will move mountain 什么叫Face will move mountain 叫鱼鱼山 叫金城所至 金石为开 所以他要强调什么 是强调的Face 对吧 你的叫信念 我请问你 我们的文章当中有谈信念的问题吗 没有任何信念的内容 对吧 好 再来看一下 B学校 叫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再来看 C 要重瓜之瓜 重头得斗 也可以 好 再来看 C学校 Practice makes perfect B学校 又像老子又像儿子 叫有其父 必有其子 有其父 必有其子 是不是就突出什么 就是先天呀 天生的呀 那这刚好是和我们原文 要强调的那种是不是相反的 对不对 所以最后我们选了谁 你看 是C选项 因为C选项 是不是我们全文的 来 按方法来 构定学用方法来做 用方法来做 很多天是不是想选B呀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好 我在这个地方就要教大家 我们是不是已经教过大家方法了 中心思想题 你应该用方法来做 中心思想题有什么方法 来 就这个 中心词 你们告诉我 我们的全文的中心词 有哪几个 各位 哪几个 是不是有两个 第一 你告诉我 我们全文讨论的是 为什么 有的人会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是不是这个 我们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对吧 好 什么叫优秀 perfect 那是什么导致他们变得很优秀呢 刻意的练习 对 是不是 inlet 对吧 还有哪个词 就最简单的 success 有没有 各位 success inlet 所以我们就这几个词 各位 那他们是不是都用perfect的给你概括出来了 然后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非常的优秀的呢 通过后天的刻意练习 完美 这道题 各位同学 你发现了 你经堂书一点播 你会发现 B选项 若爆了 有没有 各位 B选项若爆了 有没有 该不该喝水 要选B的同学 各位 用方法呀 你就是不可以用方法 然后你说唐书变浅 对我好冤枉 就这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 哪怕中心思想 你在做题的过程 依然非常的客观 有模有 对不对 OK 今天我讲的好激动 可能跟我今天拿到这本书 就有关系 讲的好激动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去辩证的来看我们的文章 对吧 我们说越是这种科普的文章 让我们觉得越难懂 对吧 然而当你一旦找好方法以后 你就知道 我要找的不是这些细节 不是这些过程 对吧 这些次要的 尤其是你要结合 我们的提问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这个结论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篇文章里面谈到这个实验的 你看我们结合 我们实验这个教授 他的背景 他小时候在哪 他曾经学过什么科目 后来又转了行 对吧 然后他怎么做实验的呢 先找了一帮人 又找了一帮人 然后先给他们做了一个练习 又做了一个练习 都不重要 重要是结论 而结论其实特别的明确 叫后天比先天厉害 好的 OK 科牌以为我逗音 好的 答案是不对 这个不能怪我了 我已经尽力了 我借来的笔 我下次 我把我的屏幕再擦一擦 OK 这是咱们的这篇文章 有听说老师 第二篇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做 没有来得及做 那你还是跟我直播吧 直播的过程中 你可以跟着我的思路 马上做出一个反应 快速做出反应 OK 能停直播 一定来停直播 咱们今天这个讲的 还是比较圆满的 今天提前十分钟 所以你们让我稍事休息 我今天是一大早六点钟 就爬起来 坐地铁 然后坐到虹桥火车站 然后光光光光光光 坐着高铁 来到我们这个印厂 坐了四个小时 然后又打车打了一个小时 荒郊野外 然后再签名 签名签了我整整一个小时 一直没停 但是其实签了没几本 也就签了几百本 实在是太赶了 然后今天吃了个麦能牢 然后赶紧就跑到酒店 来给大家直播 一点都没有休息 好OK 好这个真的让我休息 这个五分钟 我差点坐下 让我休息半小时 然后后面有个人说 老师你这个后面文章 老师你会讲的要比前面要稍微快一些 为什么会比之前快一些 因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方法论 是不是都已经给大家讲清楚 对方法论都已经讲清楚了以后 后面更多的是不是要进行 叫时间 对不对 尤其是建立在大家已经预期的这个基础之上 所以大家后面也稍微辛苦一点点 我们不知道连着上四天的课 大家知道吧 叫连着上四天 OK 所以就在四天当中 如果不是唐叔逼你一下 你可能不会不会练到那么强度的 用那么多时间投入到咱们的英语的复习当中来 对吧 对啊 有些人问罗汉班 对这个每年一年一度的罗汉班 其实其实这本书就是我 我将罗汉班当中的最精华的 做的一个总结书里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带着这本书 一边看一边来听课就可以 好 我上个厕所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好 distributed 视频 好 罗汉盘是10月1号 在座各位你们买罗汉盘肯定有会 好 有请问这个C选项 这个太绝对 它没有太绝对 绝对一般指的是什么 就是有很明显的那些标志的 就是有绝对化用词的 就是我们说过考研 它不要自己去理解 对吧 我们是能够找到明确标志的 绝对化用词什么only 对吧 must 什么never 还有一类叫最高级 对吧 这种就称之为叫绝对化的 对吧 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上课 各位听你一定要明白 所有的上课 上课永远叫投资 不叫花钱 学习永远叫投资 它不叫花钱 就这点 罗汉班的时间 大概持续半个月 好 好 这个我也不休息八分钟了 我稍微停一下 我们就开始 来 继续 好 你们到时候就这一道题 各位听你们可以到时候去链接一下 1998年的第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你们在做笔记 做笔记 各位听你们不知道就是三四九 好 不说罗汉班了 免得老说我做广告 都是你们问的 你们都是托 好 来看这个1998年第一篇文章 你们把这篇文章的这个标号记下来 这是它的那个第四题 第四题其实就是中心思想题 因为在2002年以前 我们是一次考五篇文章 每篇文章后面四道题 所以第四题 五十四题就是最后一题了 然后他考到全文中心 你看一下全文中心 他同样是用了这种 这种术语 这不叫术语 这种成语 对吧 成语 所以成语的时候 你依然会发现 你不需要你去自己去理解 你仍然是在语用中去找关键词就可以了 你看这其中我说一个错误 欲速不达 注意我们从来不谈错误问题 就这一点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2007年的第二篇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长篮句 我是还想跟大家再去好好的讨论一下 就是尽管唐书的课堂 你能够学到很多的方法 但请你一定不要忘记 我们的长篮句的阅读 我们的单词的背诵 它永远是我们拿高分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好 我们来首先来串一条线 他说 一下每一项 是一个叫智力测试 叫intelligent test 所要求的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 细节题 对吧 你就考一个细节 找到智力测试 他要我们去做什么事就可以了 好 再看第二题 我们能够从第三段当中 我们能够推测出智力测试 它怎么样了 所以你读完两道题 你就知道 这边我让它谈分上 关于智力测试 对吧 你看 包括最后题 作者对于目前智力测试的一个态度 支持还是反对 对吧 好 然后再看第三题 今天的人们不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一个IQ的分数了 其原因是 这也是细节题 而且我们强调过 对于考研当中的because的提问叫 典型的叫 问什么 你就答什么 什么意思吗 问的是because 你回到游文中 你就找because 这是最直白的 对吧 稍微转一个弯的 就是把because做一个改写 改成since 或者是s 或者是for 对不对 就这种 这种题是最好定位的 然后我们能够从最后段话当中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文章 首先你还记得吗 我们的第一题问的是啥 我们第一题问的是 这个IQ测试 它要求我们去做什么事 对不对 好 来看 他说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有一个报纸 星期周日 星期天日报 它的一个增刊叫supplement 它做了一个特写 叫feature feature这个单词在我们的考验英语一当中考的特别的多 杂志特写 它有一个专栏叫column 那么叫郭专栏的名字叫去问玛丽莲 那干嘛呢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上来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 典型的是一个在叙述 叙述它都是铺垫 它是为了引出一个观点的 对吧 好 来看叙述 人们被邀请去问 query 问玛丽莲这些人 这个人就十岁 然后呢 他的心智测试的水平 已经达到了23岁 早熟嘛 对吧 然后他的IQ值高达228 the highest score 这是我们文章给出的评价 不是我说他们高的 我也不知道IQ多少就算高 一个人的正常 我后来查了正常的就是120 对吧 所以他就翻倍 所以他目前测的最高的一个文章 所以这个这么高的IQ 所以大家去问他问题吧 那么IQ测试 ask you to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是带着非常强的目的 在读文章的呀 我们读的目的是要干嘛 我们要找答案呢 所以我们第一题是不是就在问你 IQ测试 要求我们要做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们原文中你看提问指着be required 是不是一个被动啊 然后回到我们原文当中 其实你找到他的是一个主动的改写替换 他要求我们去干嘛 好 所以这是一个细节题对不对 好细节题来 重复一下我们的口诀 对于细节题而言 定位好的句子 是你解题最为重要的依据 对不对 好 所以答案就在这句话找 好 一起来看啊 所以找这句话不就是仔细吗 对不对 好 你来看啊 要求你去complete 他要求你去完整 使一件东西完整 什么东西完整呢 verbal 口头的或者是语言上的 或者呢 visual 视觉上的图像上的 把一个东西啊 填完整 进行干嘛呢 analogies 叫做 类比 对吧 然后还要做一件事情 invasion paper 我们要去 叫设想 一张纸 设想上呢 在他已经被 折叠 或者呢 被剪切完了以后 你再去想象 其实他应该是考你的空间 想象的能力 对吧 好 再来 第三个 and to deduce numerical sequence 要去去推演 推演 deduce 我们的数列 叫numerical sequence 然后呢 以及还有类似的 很多的任务 好 到此为止 我们定位好这个句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来看 我们的 第一题 来 我们要求我们做啥呢 你看 他要求我们做的就是如下的这些事情 对吧 哎呀 要求回答我们哲学家的问题 有没有提到 各位 回答哲学家的问题 他其实是根据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谈到的吧 但是 他不是属于我定位好的这个句子的内容 各位同学 这不是我定位好的这句话的内容 再来看 币选项 叫做折叠或者要去剪切我们的纸 到不同的形状 错了 我们原文中怎么说的呀 各位同学你来看一看 我们原文中只是告诉你 不像你去剪 不是要你去叠纸 我们要求的是去想象 我们的纸被叠了 被剪了以后的样子 好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选项特别类似于哪一道题的选项 能不能想得到 我们说过啊 我们的能力的提供不在于你做了多少题而在于你做了多少的总结 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得到呢 好 我来提示你 做梦的那篇文章 想一想 做梦的那篇文章 做梦那篇文章 我们谈到了啊 叫做我们如何来控制我们的梦 叫try to wake up is it not 叫让你啊 尝试着醒过来 就可以足够让你来控制我们的这些梦了 而我们的选项当中直接变成了叫及时醒来 所以他把最关键的 这个地方也是如此 我们说的是 你要去想象 我们的纸被叠的样子 而不是要你去叠纸 对不对 各位同学能找到他们的贡献吗 各位同学 所以赶快在旁边 各位同学赶快在旁边连上一个叫做 类似的一个叫真题的总结 好不好 好 再来啊 再来看这一项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ertain concepts 要讨论 能够telling 我们这个叫做区分区别 我们把它翻译成区分区别 要去区别 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区别 也没有谈到 所以最后来 我们的第四选项 choosing words graphs similar to the given ones 我们就要选择 与我们给定的这些词 这些图像之间的类似的东西 好了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第一个要求 来 verbal and visual analogies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这道题选择递选项 那么选择完递选项以后 来 这个手机有时候 serie就会自己就开始发生 好 similar对应我们的来 叫analogies 然后visure对应我们的graph words对应我们的verbal 好 所以大家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道题考你的是阅读能力吗 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我个人认为这道题归根阶级考的是你的 词汇水平仅词而已 对不对 就考你词汇啊 背单词有什么技巧 没有技巧 记不住这么办 拿命费 我说完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道题来旁边 就考你背单词 我说清楚了 有技巧吗 没技巧 回去背词 仅此而已 对不对 好 类比不认识 好 类比不认识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 英文当中有一种特点啊 你看 这个 manage 你注意啊 ana 你没发现 ana什么特点 是不是一种叫 对称的结构 所以在英文单词当中 这种对称的结构 往往它有相同相似的含义 在当中啊 叫对称结构 OK 好 这是咱们谈到的啊 你看similar它也是一个对称的结构 发现了吧 好 这是咱们的第一题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二题 第二题说 我们能够通过第三段 我们能够推测出什么 好 在这儿 我们还少 你讲完 我要把接下来的 这一个段落剩下的内容 给大家分析完毕 因为我还要了解一下 其实文章那一开头 就对我们的 智力测试 表达了作者 对他的一个特点 好 我后来看 所以似乎让我们有一些 卡了吗 各位 卡了吗 各位 好啊 我把PP 我把PP保护到前夜来 so 各位 请把这个词做上一个重点的记号 为什么对他做上重点记号 因为他代表了什么 来写 叫结论 有没有 谁的结论 本文作者的一个结论呢 好 我们的作者 得出什么结论呢 It is a bit confusing 行吗 这个词再做一次 我这个confusing 叫做令人迷惑困惑 那这个词 从感情色录上来讲 各位同学 请问了 他是向上还是向下的 是表示肯定的 还是表示否定的 对 向下表示否定吧 好 有一件事情啊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 就是当我们去提问一个问题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ve and the fondest 我们想要问他 爱和爱好之间有啥区别呢 运气和巧合之间 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所以最后一句话 来大家画上一个五角星 叫It is not of views How the capacity to visualize the objects and figure out numerical patterns suits one to answer questions that have eluded some of the best poets and the fit philosophers 好 那最后一句啊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长篇句 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我跟大家一一的来解析一下 首先一个It It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形式 主语 好 千万不要嫌唐书烦啊 唐书我们是来学技巧的 我说过最牛逼的技巧 就是读懂文章 读懂句子啊 好 所以什么样的称之为叫做形式主语呢 看好了 我给你总结出来很接地气的 Eat is后面跟形 Eat is后面接 诶 形容词 我这个圈画小了就不行了 或者是动词ed的时候 因为动词ed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 对吧 那么后面 再跟我们这个that呀 或者在这儿是how啊 也可以啊 这种特殊疑问词 那你在翻译过程中就走 后面的这件事情 它是怎么样的 就可以了吧 好啊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和那个强调句分开了 那强调句呢 强调句也是Eat is that 但中间不是形容词或者动词异地 它忘了说副词啊 名词啊 对不对啊 好 所以在这儿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翻译这句话聊 各位同学啊 好 我给你分析清楚了 其实就是说 后面的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那么明显 并不那么明显 也就意味着 我对此事啊 其实是产生了一个怀疑的态度 或者至少是一个否定的不肯定的态度 我说清楚了吧 对 否定态度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重点梳理一下 哎 非常好 所以这个It is not obvious 是不是正好就对应了 confusing的同意题换呀 好了啊 所以反复强调的是作者对此事的一个态度 好 那这是一个什么的事情呢 好 我们来体会一下啊 How the capacity 我们这样一种能力 这是一种什么的能力呀 好了 To do something 好 一只导弹 我们都知道 To do something可以做后置定理吧 叫去做某事的一种能力 去做什么事情 去想象我们的物体 去计算出我们的数据模型 天哪 这到底是讲了什么鬼呢 那么在唐书看来 好了 结合咱们这篇文章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的能力呢 是不是就指的是IQ测试得高分的能力 是不是一讲话就该会清楚了 我说清楚了 各位同学 是不是就要学会啊 这就要做理解文章了 对不对 好了啊 那么也就告诉你 IQ分数特别高 这件事情就一定适合这个人去回答一个问题吗 这是回答什么问题呢 回答啊 曾经一路的让人感到非常的绞尽脑汁而没法解答的 曾经难倒了很多的诗人和哲学家的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呀 好了不就是前面的这些问题吗 你看爱和爱好之间有什么区别 运气和巧合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你看不就是这个吗 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明显 那合在一块 是不是就在强调 一个人 他的IQ特别的高 也不能够去做许多其他的事 是不是告诉你 IQ不是万能的 你就把他的感觉读出来了吧 我说清楚了吧 你看 所以这句话一方面 唐书给你解答清楚了 他的一个语法现象 那更重要的 唐书是不是从方向上帮你理解清楚了呀 你看啊 那这个方向是怎么理解出来的 是不是结构文章 你看 我们是大大的把所谓的这些特别具体的表达 直接抽象出来 和文章的讨论的中心概念去刮钩啊 对不对 这是咱们的第一段话 所以为什么要无眼其烦的给你把这一个句子梳理清楚呢 其实就是告诉你 阅读的阅读的本质读什么 是不是就读作者对于一件事情的态度啊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作者从第一段开始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IQ测试的态度 你们告诉我是什么 是不是一种 否定的向下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这个地方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请打阿拉伯数字一 二 很清楚 对不对 好 再来 第二段 第二段说 Certainly intelligence encompass more than a score on a test 它是我们的智力 来 远远包含的不仅仅是 你看 more than 后面 各位同学 你们现在能不能体会到 more than 后面 往往其实都是做是要去否定的内容 对不对 好了 just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smart how much of the intelligence can be specified and how much can we learn about the neutral biology genetics computer science and other fields 好 各位同学 对的 在唐书看来 第二段最醒目的 是不是就是问号 问号在干嘛呢 是进一步的对它进行 怀疑有没有 对不对 再来 再来看第三段 好 第三段不就是我们的提问吗 你来看 质疑 对不对 连续质疑 你不要忘了 我们第一段是不是也在质疑 好 再来看 the defining terms of intelligence in humans still seem to be the IQ schools 他说 在我们的人类 现实当中 我们对于智商的定义 那似乎仍然还是 IQ的分数 对不对 好再来啊 尽管我们的IQ测试 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使用了 as often as they used to be 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我们能够从第三段推出什么呢 people no longer use IQ schools as an indicator of intelligence 人们再也不使用IQ测试 这才是一个绝对化的有没有 再也不了 我原文怎么说的呀 只是不像以前那样的常见了 常用了而已 所以这是A选项错误的原因排除 他完全不使用 原文只是说 不像过去那样常用了 好 比较简单 A排除 好 再来看 第二句话 The test comes primarily in two forms 我们这个测试啊 它往往源自于两种形式 哪两种形式呢 这两种形式 好 大写的不完 问题是 both common adult and children's version 无论其中的哪一种啊 他们都有成人版本和儿童版本 version这个单词 所以我们这道题来看好 我们的第C选项 叫这个测试的内容和形式 你看啊 它的内容和形式 往往有成人和儿童版 而且这个版本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选的就是C选项 因此这道题 各位同学 我们所获取的第一个知识点是什么 对对对 非常好 长腿叔叔 我们是不是又考到了 括号当中的内容 所以再有人说 什么括号里面内容可以不读的 拖出去编诗 我说清楚了吧 就考括号 不是我说的 谁说的 真题写灵灵的告诉你的 唐叔从来不去创造规律 唐叔只做考验真题规律的班员工 有没有 真题告诉你的呀 然后你看 这是什么题 infer 题 推理判断题 推理判断题 它的语气往往是比较的缓和 有没有 maybe 对吧 好 再来 干扰选项怎么错 我们再来看 来看啊 Gently costing 700 dollars 注意啊 由于啊 通常我们会花费数百美元 很贵了 所以呢 他们这些东西啊 这种测试 往往只是由心理学家 only 只有心理学家给出 although variation of them populate bookstores and the world wide web 那么它的一些啊 叫variation 叫变体 对不对 一些替代形式 变形 好 那么 往往呢 在 我们的书店 或者是呢 我们的互联网上啊 受欢迎 好 然后其中有一个强干扰选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来 C选项 sorry B选项 Versions IQ tests are now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B选项 你们告诉我B选项错在哪里 这道题一定要把B选项找出来 它的错误原因 如果没有找到B选项错误的原因 这道题你不过关 哪怕你做对的都不过关 对 有的人就选B选项了吧 到时候就选B选项了 来 More More 我们说过多少回啊 比较急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我们原文中只是说 这个东西 这个版本 它很受欢迎 你看 我们用什么词 非常的受欢迎 叫Populate 我们什么时候比较过 有更多的版本呢 各位同学 原文中没有比较急啊 对不对啊 所以恭喜所有选的B选项同学 我相信今天你听完唐书 刚才讲的那一瞬间 你一定会对比较急 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那么今后再犯这种错误的概率 会大大的降低 对不对 OK啊 好 再来 OK 后面的是什么呢 好 来 Super 这是我们的第三题 我们再来看 第四题 你看 唐书都帮你总结好了 括号中的内容是处理点 对吧 推理 答案 语期 往往比较讽合 用的最多的是妹这个词 那大家是不是自己再加一条 对吧 我说我能力的提高 不再做多少 再做多少总结 叫比较急 比较急处 尤其是选项当中的比较急 一定要慎选 对不对 我说得很清楚吧 太深刻了 对不对 OK啊 终于栽到这里了啊 所以来 恭喜你们 你看 那你交的这报名费 是不是很有价值啊 对不对 好 再来 往后 29题 哎 哎 少了 你看 我都给你做的很很靠谱 你看 2006年 是不是就考括号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啊 就是那个小镇居民看来 为什么RSA他不应该获得 我们的补贴 那你把这个例子补充在旁边 不就完了吗 你看 我都告诉你了 06年第二天 29题 对吧 好 再来啊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后面 他说 因为我们到了第三题的时候 也在问你啊 人们今天 今时今日 再也无法达到这么高的一个S 但S曾经获得那个AQ 设施的高分了 原因核赞的好 你来看 Super high scores like S are no longer possible because 好 问什么 你就答什么 所以仍然是一个细节题 因此呢 定位好的句子就是你解题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有没有 你看 你看唐书为什么会把这些话翻来覆去进行重复啊 就是希望今后没有唐书在你身边的时候 就好像唐书在你身边 做题的时候 唐书就给你跳出来 不停地提示你 同学们 这道题 反复强大的是重点的重点 是考点 定位好的句子就是你解题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对吧 比较急促 比较盛缺 是不是这种感觉 好 再来啊 好 来 他说 因为现在呀 我们的分数啊 主要依靠叫based up 基于什么什么的基础 对不对 基于什么的基础呢 一个统计人口分布的基础 哪儿的统计人口 是在A.G.Piers 叫同龄人 对吧 A.G.Piers 而不是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 按照我们的生理年龄 叫chronological age 来进行划分 然后再给他们乘以100 那我们重点在哪里呢 是什么而不是什么 说明我们现在来去算分的方法怎么样 现在和以前那么不一样 对不对 因此你来看一下我们的ABCD的四个选项 来A 我们的分数现在是通过3不同的计算方式 所以A选项是不是就对我们的这一个句子 Rother than的前和后的一个概括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A选项 好 OK啊 好 那你再来看B选项 它的创造性 而非啊 它的分析性 在强调 你注意哦 我们定位好了 是不是就这一句话 所以无论它的后面有没有提到 它都不是我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有没有 对吧 好 好 再来 最后说的是 大S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 没有提到 再来提一下 我们对于AQ测试的这个定义 已经发生了 改变 Tree啊 我们对于AQ测试的定义 来 各位同学看好 Defining 这个选项 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来 往前来找吧 各位同学 你看到我们这一段话的开头 是不是在这 Defining Term 而我们的问题问的是什么 问题问的是 没有出现大S的这个高分的原因是 Because 所以这个地方离得太远了 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要提问的这个方向 你难道又忘了我们刚刚今天一上课的时候 给他讲过的一个概念吗 我稍微把PPT往前调动一下 各位同学 我们讲鱼群的时候 各位同学你发现了没有 Sorry 对吧 能想到了吗 你不就答非所问吗 我们明明问的是 我们问的不是为什么 它是回答他为什么的 对不对 你看它是一个反向的一种设计的方法 对吧 也是答非所问 对不对 OK 你也可以把咱们的来 这是2006年的第三篇文章 33题 它的A选项的设计方式 是不是可以放到一旁 做一个共性的梳理 说清楚了吧 OK 这是这个 所以我们说过能力的提高 不再做多少题 我们一个个来总结 好 最后 二十九题 我们通过最后一段话 能够推测出什么 好 来看 Such standard test may not assess all the important elements necessary to succeed in school and in life 他说 这样一种标准化的考试 他并不能够 也许并不能够评估所有的那些 对于我们要获得成功的那些重要的因素 你并没有办法全部评估出来 注意哦 这一句话是不是我们的断手句 断手句往往代表的是这一段话的中心处指 对不对 好了 再往后看 那在他的这篇文章当中 你看 他写了一个文章 写了一本书 那么书的书名 你要不要读 问各位同学 书的书名要不要读 要不要读 告诉我 要不要读 书的书名是不是要读啊 因为书的书名是不是就代表了他的观点 你看他的观点 How intelligence is intelligence testing 对不对 叫智力测试 他到底有多明智呢 各位 看到了吗 连他的书名都在干嘛 是不是都在怀疑你 质疑你啊 是不是我说清楚了 非常好 好了啊 他说 Notes that traditional test best assessed analytical and verbal skill but fail too 好了 他说我们这种测试 他往往能够很好的测试出一些东西 但是不能够测试出另外的一些东西 例如创造力啊 实践知识的能力啊 而这些能力也是一些要素 这个要素同样很重要 好了 我读到这些我就明白了这一句话和前面一句话之间你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画上一个等号啊 叫做我们的这个智力 我们这个测试 他能够测试一些东西 但是不能测试另外一些东西 他不能够测试所有重要的东西 你看 两句话之间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复强调的过程 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过程 一下子这一端的中心不就被你读出来了 那么问你这一段得出什么结论 得出的不就是这一段话的中心吗 各位同学 测试分数 他不能够去作为一个非常可靠的证明人的能力的一个要素 不就是他吗 你来看 反复强调的 好 你看 更重要的是 是不是继续画的 这个递径不是同样表示相同关系吗 IQ就是不能够去测试的特别好 一旦发生了变化 所以翻来覆去讲了三句话 逻辑一书里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再次体会到阅读本质是逻辑 以前只关心Bug 现在发现相同原来也是那么的重要 突出重点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这道题就选择A选项 对吧 好 因为A选项一定就是我这一段话的中心 所以不管其他的选项怎么样 一定和A比不是最佳的答案 OK 好 难得啊 咱们今天两篇文章 时间刚刚好 终于正点下课 大家是不是有种感觉 正点下课都感觉这堂书这个 好像这堂课这个 跟大家偷空减料了 不上到两个小时 感觉就不正常啊 还有道题啊 sorry 还有道题 来 最后一题 来 各位同学 来 最后一题 ABCD的四个选项 作者对于A选项是他都是什么 好了 支持的 来 skeptical 叫做怀疑的 质疑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全文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段话 都在质疑他 而且我说质疑这个词 不难理解 不认识他 你找问号 每一段话都在问号 发现没有 每一段话都在问号 好的啊 好 那关于咱们的这个 作者态度用词 OK啊 在这个地方来 AB 互为相反 对于作者态度体而言 互为相反 有一个证据答案 这个不成立了啊 因为态度 他就那么多态度 避免不了 一定是有相反的啊 所以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啊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借助我们今天的直播啊 很多天你看过我的那个 全程班的 那这个内容 你就稍微做一个复习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作者的态度用词 往往会选择的有 首先 考了二十年啊 考了二十年 我们最常用的态度词 第一个 Positive Optimistic Approval Supportive 这个叫做积极的 这个叫做乐观的啊 这个叫支持 支持 然后第二个 负面态度 其实就是反义词 消极的 悲观的啊 这些词大家这个明天 或你再拍个照片就行了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等你了啊 反对的 你看是不是就加上了一个前罪 this 那他们来自于是不是就prove这个单词啊 我发现没有 是不是要证明 你支持他不就是为了找证据证明他吗 对吧 好 还有critical 感谢啊 然后再来啊 Doubtful Suspicious Skeptical Questionable 这表示怀疑 多加一句话 怀疑即否定 怀疑即否定 好 再来 第三种叫做中立的用词 中立的用词 首先对 谢谢同学们的及时的指出来啊 这个词我写错了 应该叫neutral a-u-t-r-a-l neutral 叫中立的 objective也叫中立的 impartial也叫中立的 你看这个词怎么来的啊 part叫做部分 前面加上了一个否定的前缀 他说你看问题啊 不是只看待了部分的 你是看的比较全面的综合的 所以是比较客观中立的啊 好 再来叫disinterested 这个单单特别小心啊 disinterested它有一个意思指的是叫做客观中立 因为interest这个单词是不是叫做兴趣 他除了叫做兴趣以外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 是不是指的是利益啊 对不对 所以他指的dis dis的前缀表示分开 away离开了 所以他的原意指的是 与你个人的利益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待问题会相对的比较客观 对吧 好 那真正的叫不感兴趣的叫uninterested 或者unconcern的或者叫默不关心 不感兴趣 然后呢confused的puzzle叫迷惑 困惑 然后bias的偏见 prejudice的偏见 鄙视的subjective叫主观 主观的就是偏见的 那这些词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小墓碑选项 什么叫小墓碑呢 就是他考了20年 从来没有作为过正确答案 不要管 他的选项里面出现的时候 可以直接排除 原因是你们想一想 我作者啊 写一篇文章 可不可能对一件事情默不关心呢 我如果对一件事情默不关心 我压根就不写文章了 唐叔说清楚了吧 然后呢 我写一篇文章的目的 是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到明白 我可不可能写到最后 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很迷惑 我很困惑 这也不可能是作者的态度 我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啊 那这叫偏见的 那如果一篇文章本身是带有偏见的色彩 那这本文章不可能入选到我们的考年当中来啊 所以我们说这一类词出现在选项当中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排除 所以我们就穿上小墓碑选项 对吧 谁选谁想死啊 好 那除了这些选项用词以外 我们的作者态度的把握方法 第一个文章的框架 对吧 你是串线 串连各段啊 你找到它的主线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说读作者态度不就是读全文的中心的吗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两者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作者态度体和中心思想里面的寻找方法是一致的 第二个 找感情色彩强烈的形容词和副词 因为我们全文往往是有一个讨论的中心对象 那么对于这个中心对象 作者如果用到的是包一词比较多 那他就对他肯定的态度 那反之亦反之 对吧 好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出现的转折处 表达作者态度 以及形态动词 大家还记得 对吧 因为这些都是和作者的观点一些相关的 好 那到此为止 那我们这个作者态度题就给大家复习完毕 那作者 这情况对于我们艾菲斯的态度是什么 叫怀疑的 对吧 而且在我们的近十年当中 大家去看一看 十年里面并不是每一年都考作者态度题 但是一旦考到了作者态度题 我印象当中至少要五年都考的是怀疑 怀疑即否定 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啊 或者中理 但是我说过啊 近五年考直接用怀疑这些词 用得特别的多啊 好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啊 最后提醒各位同学 明天早上九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啊 不见不散 嗯 OK啊 明天早上我还接着给你们上课啊 所以你们今天晚上任重而道远啊 赶紧复习 唱什么歌呢 赶紧好好的 不叫复习 预习我们明天的内容 你们都被我惯坏了啊 测试的变体不是测试有更多的版本 不是 你看一下啊 来来来 你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 你看你的那个选项没读完呢 你看 这个选项的意思啊 你会发现 哎 你看他这个 嗯 他的选项的意义 你把它读完啊 叫 有更多的版本 可以在互联网当中被我们找到 你看这个就对那个3W的一个改写 我说清楚了吗 他的意思是互联网当中的版本更多 我说清楚了啊 所以你看 所以有时候啊 各位同学 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把语法要吃透啊 因为你读选项 如果在语法当中 如果没有读完整的话 或者读错的话 他也会非常影响你做题 啊 清楚了吧 清 张可欣 对不对 嗯 对 明天是后两篇啊 明天就是咱们后两篇 2007年啊 考研英语二 考研英语二是从10年开始出现的 这个我们大概你就做到15年吧 好不好 啊 28题的递选项 你看 28题的递选项 这个递选对应哪里 是不是对应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对不对 那我们问题问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你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你完全不管题干在问什么 我说清楚了吧 我们毕竟不是说一道题啊 各位同学 我们我们我们这道题 毕竟问的不是说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看三段话当中以下 根据第三段话以下哪项陈述是正确的 那你去选一个 对吧 但是毕竟我们这道题问的是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再也不能出现这种问题 出现这种现象 原因是什么 我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啊 这个介绍一下罗汉班啊 这个这个托儿啊 所以那个倩倩啊 倩倩你一定记得啊 你看我们反复强调了 这个达非所问的这种这种情况啊 达非所问 因为我们真的在做考验的文章的时候 因为文章确实挺难 选项也很难 所以我们上过一些课了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答案是在文中找得到的 所以我情不自信的就会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选项和文章的对比当中 而忽略了我们的提干到底在问什么 对不对啊 对 而且这个地缘它也不对了啊 也不对了 嗯 OK啊 好 罗汉班 罗汉班是这样的 罗汉班呢 其实是 罗汉班是我将2010年的文章 从2010年开始啊 然后呢 结合到20大概2016年 那大概的五到六年的真题 然后不是逐篇逐篇的来讲 因为我既有英语一也有英语二 把他们的共性全部梳理出来 按什么来梳理 按我们的方法来梳理 例如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考验当中会出现时间相反 一切相反 好 啪 我就把历年当中出现时间相反 一切相反的文章 以及它所对应的题目 啪 跟你梳理出来 好了 然后呢 我说同学们 反复强调的是重点 重点是考点 啪 又把它对应的文章和对应的题目 啪 给你梳理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罗汉班 其实就是唐书在帮你做一个 大总结 明白唐书的意思了吗 对 就不用你这种样了 唐书给你做一个大总结 大创解 就这个 这就是罗汉班 OK 英语一的推 你不用做英语二 因为你可以在现场听唐书讲的时候 你就能够接受到了 你哦 原来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有 就是马上可以报名了 下周应该就可以报名 你新提醒 到时候新提醒 然后完形 然后翻译 我们把这三个小板块 就是类似于鸡类的 这样的一个几个科目 我们变成一个班 到时候由我和宋老师来搭班 给大家讲 就这个 对 也是在这儿上课 对 也是在这儿上课 就是在我们的罗汉班一结束 我们就开始上这个课 所以这个 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 你们自己不要做了 浪费时间 我们听我们讲就足够了 自己不要浪费时间 你把节约的时间下来 你去复习你的政治 复习你的专业课就可以了 OK 你们因为已经报了这个班 你们都有相应的信息的 随到断断 他会帮你们做优惠就可以了 OK 好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各位朋友辛苦了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